大家好,各位早晨 這齣電影,我有點印象 我不是百分百肯定的 我自己也懶得去找回舊片 但是疑似,我有一次開《How Teen Die》 講電影的時候,有一位聽眾留言 說百周如墳好看 又說會給我一張票,請我去看 我懷疑那個人 可能他認識人 或者他自己有份參與拍這齣電影 或者是幫他宣傳 最後是不了了之,出戲我沒有看到 現在才在自己家裡看了 但是我有點印象,這齣電影 我本來也想看,因為有鄧麗恩 我就會想看 這齣電影,他的戲露 基本上是懸疑加愛情 這齣電影是有人死的那種懸疑法 在查一齣命案 然後裡面有個愛情故事 很多這些懸疑戲 裡面也有一個... 就是懶得有一個愛情線 但是他不是附加下去的愛情線 他這兩樣東西是... 是招得很實的 就是抽不來那個愛情 他的愛情那部份是這齣電影的 是一個很主要的一部份 其實也是 但是他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發生了一宗命案 就說發現了一條女士 然後那些警察就開始查這個命案 查他身邊的人 其中一個最早開始查的人 就是那個男生 就是劉爾豪做的 就是那個台灣人 他就查他 後來發覺他有個女朋友 就是鄧麗恩 然後他們就發覺 鄧麗恩的樣子 就是他現在女朋友的樣子 跟死了的人的樣子很相似 然後他就繼續查下去 然後查了很多背景 就是出戲又告訴你 就是說回他們以前的男生 跟一個鄧麗恩樣的女生 就是過去一些感情瓜葛那些 就是我免得穿招 因為他裡面都安排了 就是有一些 就是懶惰 就是懶惰的位置 就是無謂說完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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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 就是他 我不可以說 就是他 有一些很 就是有些很 那些爱情动作的电影,那些爱情动作片 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我觉得这出的两枪是不太成功的 其实是失败的 因为他原疑的那部分,他命案的那部分 其实是没什么好看的 他不是说有什么聪明的 他里面也不是说有些很劲秋的演员去做那个坏人 你不是看《沉默的羔羊》 有个Hannibal Lecter那些角色给你看 这部电影是邓丽欣和刘二豪而已 没有那些演出给你看 他又没有一些奇蹺 所以原疑那部分 我不是说不合格 但是平平无期仅仅合格 就是那种感觉 最大的问题就是爱情的那部分 我刚才也说到 因为这部电影 他的爱情那部分是很重要的 你看他的宣传也说得对 什么是爱火蔓延 下面那里写 爱火蔓延 上面那里又说 《为了爱我愿意化为灰准》 是吧? 这些是文青写完这些东西 他爱情对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部电影最失败的就是这部电影 男女主角邓丽欣和刘二豪之间 完全没有感觉 他们之间 他说得很轰烈 那个故事也说得 但是他们在画面上出现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火 是没有的 所以他原来现在的爱情 就是很低了 我觉得他两边都不够 然后爱情那方面 还拍得很失败 根本上就是 是去到失败 就是 好像夫人那些 他人的品味 还是很少女的 那些男女之间 在画面上 就算没有东西也好 他也会幻想到有东西 知道吗? 但是这部电影 他不断地告诉你 他们两个之间很有东西 他们很愿意为对方牺牲 那些东西 但是真的是完全没有感觉 说到很有东西 也感觉不到有东西 你看到失败得很重要 所以是很不可以的 如果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是白奏如焚 他想拍到好像有以前的日本电影 白夜行 我想他不是模仿的 是一个白奏 一个白夜行 但是那个比较 如果他想有白夜行 那种感觉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是没有 我觉得这些懸疑 混合爱情 我觉得混合得最好的 其实是 secret in their eyes OK? 不是英文那出 英文那出 拍碎了 那出是垃圾 原本那一出 那一出是否是西方 应该是 背景好像是阿根廷 Anyway 那一出是很好看的 OK? 这一出就不行 OK? 例如如果 比较白夜行 那这出就是失败 OK? 但是我又不会说 比较低 接近一点 说到底 我也有得看 鄧麗欣 那男女主角 他们也做得 尚算投入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 完全不够 我觉得他们是找不合适 找不合适 你找个男女主角 因为你里面的爱情那部分 如果这么紧要 那你至少要在画面上 有点点feel 你才可以放在一起 现在是不行 OK? 所以我给他分 就是c- 最低分的c- 就是只差一分 就去到d的c-